同学们好,我是Frank老师,就是公号文章里面的朽诗君 SAT改成机考了,大家都知道 有不少同学问我,五维规划模型还能用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变得更好用了 那么下面这段视频,我就来用五道机考官方的样题 包括词汇、诗歌、剧本、科学文字和科学表格等五个类型 来演示一下五维规划模型 在机考下怎么用 注意,我在视频里解说这五道题需要五分钟 如果我现实状况下,我只思考不解说的话 速度要比这个快至少一倍,也就是两分半钟就可以解除五道题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些题 首先我们看一道词汇题 这道题是有两句话的 要求我们给第一句话填一个单词 第一句是个分号连接的复合句 其中的关联词是indeed 这在五维规划模型里就是求同 前半句有by no means是负向意义 后半句有side as inspiration是正向意义 那么填空处需要一个负向意义的词语才能复复得正与后边的indeed的正向意义求同 四个选项中abd都是正向意义词 只有c是负向意义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选c 下面看一道文学的诗歌题 题面是一段名为black finger的诗歌 那么题目要求找出这段诗歌的整体结构 我们看看四个选项 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用them把诗歌的内容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 先看四个选项的前半部分 a.natural phenomenon b.sight in nature c.outdoor scene d.surroundings 这些都是客观事物 再看四个选项的后半部分 a.assessment b.meaning 这些是主观想法 而c.behavior和d.influence 这些是客观发声 那么我们来看诗歌的结尾两句话 都是在问why are you怎么怎么 那这很显然不是客观发声 而是主观思维 所以c和d就被排除掉了 而且呢 问why的很显然是在问原因 那么d的influence是结果 不是原因 这在因果维度上相反 所以也需要排图 就只剩下b的meaning to attribute 这个既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 那么答案就是b 接下来看一道科学的文字题 先看题杆 要求supportGB这个人的hypothesis 选项比较长 我们就先看选项 a的主题是migration 导致了feathers narrower shape b的主题是migration导致了feathers high peach sound c的主题呢 是higher or lower peach 导致了一些different message 而d的主题是migration 并没有导致breeding habits的change 好 接着我们看到底是什么hypothesis 需要support呢 题面上找到这个hypothesis 在最后一句 他说的是female的这个导致了sound的 接着又导致了genetic和anatomical的divergence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只有b里的这个sound是这个hypothesis里面的关键词之一 那很显然要想支持hypothesis最起码你要谈到它里面的关键词吧 所以acd都不可能是正给答案了 选b 下面看一道科学的表格题 题杆要求use data to complete the statement 也就是题面的最后的那个空白 那么看看表格里的data都能说明什么样的变量和趋势 第一个很明显的变量趋势呢 就是上面这两行的数据都说明了 有funget的这个数字 比q funget的这个数字呢要大很多 但是在第三行的数据呢 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数字几乎差不多大了 伴随的是mhost的这个东西从yes变成了no 那下面看选项 a broccoli的方斩略大于q funget 这就是刚才数据表格里趋势的第二条 b funget的corn大于broccoli 这在表格里确实是有 但它不属于表格数据的一个趋势 c marigold的方斩大于q funget 这个是明显的趋势 而d q funget里面的corn大于broccoli又大于marigold 这与表格的数据是相矛盾的 那么b和d就是错误选项了 而题面最后一句里填空前面有一个surprise的词 比较一下a和c 属于数据表格里第二条规律的a 就比属于第一条规律的c 更具有surprise的属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a 而不是c 最后看一道文学题 题面是一篇题为King Lear的剧本 题干要求我们选出一句话来 来支持一个claim 我们先看四个选项都是什么话 a的主题是i 这是主角 这是个人 b的主题是tempest 这是件事情 不是人 c的主题是you 这也是个主角 是个人 d的主题是i 这也是主角 是人 那么需要支持的那个claim 是在题面里 也就是呢 King Lear attempt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later呢 you expressed 一个regret 那这个claim的主题是 King Lear 是个剧本的角色 因此呢 b就可以被排除了 那接着看 a选项关于主角i 是正向意义 c选项关于主角u 是负向意义 而d选项关于主角i 是正向意义 我们再看claim express regret 是负向意义 所以应该选c 关于主角的负向意义 这个选项 做完这五道题 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 玩转digital SAT的 主要的解题要领 对于vocabulary解题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上下文 来确定正负主客 同意这三个维度的 主要取值 对于literature的解题要领的话呢 我们要重点确定角色 主客观 以及他们和情景之间的关系 对于scientific reasoning的解题要领呢 我们重点要确定 因素x导致因素y的推理因果关系 那么对于scientific graph的这种解题要领呢 我们要确定一下图表里所叙述的 主变量之间的 同意因果维度的相互变化关系 合在一起呢 这就是正负主客单负同意因果 五维规划模型理论的全部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的话呢 欢迎你到微信里来找我 或者是呢 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在下面呢 把这个我的微信公众号和我的联系方法 这个二维码呢 都放到这里边来了 好 我在微信里等着大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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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